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 法国广播公司就特别找出了当时流传的歌曲 请儿童还有成人合唱团录制专辑 当时的歌曲内容多半都是父亲去打仗之后音讯全无 母亲跟孩童在艰困中度日的心情 也有歌词描写国家之间的仇恨 一百年过去 这些歌曲记录下战争历史里 人类的各种复杂情感 法国小朋友们唱着祖父母熟悉的旋律 这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爱国歌曲 里面诉说着爱与失去 抚慰了战时人民的心 法国广播公司与儿童和唱团合作 记录下这些被遗忘的歌曲 法国广播公司从国家图书馆里找出这些老合唱曲的资料 请儿童还有成人合唱团重新录音 在2014年夏天播出这些令人怀念的旋律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 这些歌曲也让他们更了解历史 军歌 政治歌曲 还有饮酒歌和爱情民歌 不同的歌曲类型 却有同样对于德国的仇恨情绪 还有歌词将德国人指为鼠辈 希望他们遭遇不幸 部分充满偏见 孔童还有种族歧视的歌曲 则没有纳入这次的歌曲选机 这些歌曲除了在电台播出 也会集结成书 重现大战时人类的爱恨情仇 感谢观看